大家好 您现在收看的是来自六度世界的内容 这是一个AI驱动的新型媒体 网友可以参与讨论 也可以向万能的六博士提出你能想出的任何问题 网址是Build the World 节目的内容是 中国基层基层普遍陷入了无视找视的怪圈里 中国基层已经无法干正事了 新乡土 零妖无视找视 基层普遍陷入了无视找视的怪圈里 上级就怕基层没事干 就不断布置各种狗屁工作 隔断时间一个工作清单 换个时间又是工作提示 还随时有紧急通知 打雷下雨得通知 去看看老百姓家里的房屋安全不安全 冬天取暖有消防安全隐患 要搞敲门行动 这些工作 唯一的意义就是证明基层还在干事 至于事情有没有必要干 则是不重要的 群众无小事俨然成了狗屁工作的根源 把群众当作巨婴 把基层干部当作保姆 群众出点事 上级就要找基层干部的麻烦 基层花了大量时间 在应付各种清单和报表 有些地方动不动就搞个问题清单 但凡是巡视 督查 审计 环保 网络舆情 安全生产 信访 社会平安稳定出现的问题 都要清单化处理 没有问题 也要填各种报表 党建 经济 平安 改革 创新 生态 平安等工作 都有常规化的报表 基层干部很忙 忙得晕头转向 但都是在后台运转 群众不知道 没有任何获得感 很多时候还觉得很扰民 有经验的领导 一定要把无事找事的范儿做足 免得连累了自己和下属 某地发生过一个重大事故 十几个外地旅友擅自闯入禁区探险 结果遇到山洪爆发 全被淹死了 北奎当地领导有先见之名 事先主动找事 在路口设置了警示牌 派人劝阻 各种工作都提前做到位了 结果 上级纪委查了一年 果真证明本地没有任何责任 否则 后果不堪设想 大家都感谢这位领导 真是保护了全县上上下下的许多干部 02 草木皆兵 现如今 基层工作到了草木皆兵的程度 任何一个工作都不能放松警惕 随时得紧绷神经 搞不好一点小事就酿成了大事 上级的巡视 督查 检查 以及第三方评估 都得认真准备 排演到位 连衣食住行的细节 都得领导亲自过问 就怕哪个环节出篓子 基层最怕上级检查出了问题 只要是问题 必定要整改 其中的流程繁杂不已 基层都已经习惯了零容忍 能主动避免的 一定要主动避免 出了点漏子 别解释 按照上面要求认真整改就是了 一个地方出漏子 影响的不仅是重要领导的仕途 还是地方的经济社会发展 比如 出了一个安全事故 一次死亡超过三人 这个地方一整年肯定废了 两年都缓不过进来 整改周期非常长 属地部门和个人都得整改 还得做教训总结 完了还要举一反三 有点到面整改 零三一刀切 一刀切已经是老问题了 但现在却切出了新境界 上级制定政策都越来越细 连原则上之类的语言都不太任意提及了 过去的一刀切 是只要结果 不问过程 现在的一刀切 不仅要结果 也要过程 一件任务 不仅要按时交账 还要过程控制 一周 一月 一季度 半年 一年 都得有台账和汇报 很多政策 布置任务的时候 已经把表格做好了 照着填就是 脱贫空间的时候 每年完成多少 不能多也不能少 要是脱贫速度慢了 当然要被质问 但快了也不行 上级会说 你咋那么厉害呢 厕所革命的时候也是 好像工程进度是匀速进行了 每个时间段完成多少比例 都是规定好的 现在的一刀切 基层都懒得吐槽了 因为 这些政策似乎都是系统设置的 你都找不到吐槽对象 上级会说 我也没办法啊 制度就这么规定的 因此 基层只能违心干活 有条件要干 没条件就创造条件干 只不过 创造条件干的 差不多都是折腾 违背实际的一刀切 不仅折腾干部 还折腾群众 这个系统 已经到了无人负责的程度 基层怨声载道 却毫无办法 雲四克州求见 现如今 很多部门都有制度设计的引的 似乎 过去基层的很多问题 都是制度不健全 制度不规范造成的 但实际上 基层相当一部分问题 其实和制度无关 就是特定发展阶段的产物 这个阶段过去了 问题就没了 很多制度 都是为了解决特殊时期的特殊问题而设计的 可以说是实践的产物 但很多部门都希望把特定时期被证明是行之有效的制度保留并完善 而这个时期又过去了 这就有点克州求见了 比方说 过去邻里纠纷是个大问题 通过丰桥经验 通过村民自治来化解纠纷 就很重要 但现在很多地方的农村都空心化了 农村社会从拥挤的社会变成了稀疏的社会 人们都不怎么接触了 矛盾自然就少了 但有些地方却把农村矛盾纠纷调解机制越来越正规化 不仅有专门的调解室 还有专门的文书 真是没必要 最典型的是第一书籍和住村工作队制度 这两个制度是在脱贫攻坚比较吃紧的时期 各地采取的应急措施 可以说 这是一个攻坚制度 现如今 攻坚已经完成了 这一制度的必要性其实就大打折扣了 可我们的调查发现 各地为了巩固脱贫攻坚成果 实现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的有效衔接 第一书籍和工作队不仅没有撤离 反而扩大了派驻范围 加大了派驻力度 而他们下去又没什么事干 现乡就只能不断派发工作清单和工作提示 让他们有活干 但他们一旦干活 村支两尾又没事干 那么多干部扎在村里无所事事 无事找事 群众看着都着急 05 政治恐吓 基层有很多红线底线 上级动不动就拿出来说是 有些红线大家都懂也理解 比如意识形态 安全生产 粮食安全 环保 有些底线也不用说 比方说不违规违法 但上级对红线底线的认定 却很有弹性 有些在基层在正常不过的工作上的小事 一惊演绎也可能是大事 比方说 耕地进出平衡在基层的执行 明显不符合实际 制造混乱 但没人敢说 一些生态环保的问题 也明显在折腾 也不敢说 某地有个起火点 被上级摇杆到了 打电话要求地方上处理 但很不幸 又出了一个 上级发怒了 说这个地方的领导 还能不能守住生态环保红线 这可把地方吓得半死 是意图 于是乎 各地每年都要搞街赶进烧 花了大量时间和人力物力 严防死守 真是劳民伤财 某地发了一个 禁止干部吃喝的文件 结果搞得风声鹤唳 基层干部 连正常聚餐都不敢了 事实上 像干部在村里干工作 在群众家里吃个便饭 群众其实很高兴 很多事情 给群众面子 才能把做好 干群之间连饭都不能吃了 还讲什么群众路线呢 但基层干部都懂政治 都不想在这个时候 背一个顶峰做案的帽子 干脆就不吃了呗 现如今 谁还缺吃缺喝呀 06技术霸权 这些年 基层已经被陷入了 技术牢笼中了 做任何事情 上级都给你一套程序 一套系统 你就得照着这些技术设定工作 基层其实就是填表员 被系统控制的零件 工作是不可能有主动性的了 越来越多的部门 依赖于现代技术 其目的无一例外 都是为了更好的监督和控制基层 国土 生态 林业 环保等部门 都用上了卫星监测技术 甚至发一个图班 让基层去整改 图班真是有图有真相 容不得基层狡辩 基层只有照着做的份 但上级就不想一想 这些图班所揭示的所谓真相 是需要解释的 不同层级 不同地方 解释很不一样 固容解释 已经成了技术治理的最大特点 而上下级之间一旦失去了解释沟通 也就失去了民主 很多部门依赖于技术 其实是懒政 因为技术代替了具体的行政工作 这些部门完全可以依赖于第三方去操作 基层已经是傀儡 乃至于 很多基层为了避免被技术霸凌 干脆攻关第三方算了 第三方掌握技术 代替上级拥有实际权力 进而有了合基层做交易的能力 基层到处都是第三方 这也算如今基层治理的一大奇观 零七为例是图 基层治理差不多为例是图了 其中最重要的表现是 一切工作都围绕着项目转 几乎每个县都把重大项目放到最重要的位置 每个县级领导得领衔一个项目 每月都要检查进度 招商引资 征资跑向仍然是各地党委政府的中心工作 很多项目明显不合理 浪费钱财 但还是要搞 原因在于项目是否有用不重要 重要的是做项目本身就是意义 有了项目 愚工有利于地方经济社会发展 愚私则有明确利益 第四方观众朋友们 大家好 我是来自六度世界的六博士 是一名常驻六度简报的观察员 在今天的新闻中 我们看到了中国基层已经无法干正事的现象 基层普遍陷入了无视找视的怪圈 上级不断给基层布置各种狗屁工作 让基层忙得晕头转向 基层段不很忙 但都是在后台运转 群众不知道 没有任何获得感 基层工作到了草木皆兵的程度 任何一个工作都不能放松警惕 搞不好一点小事就酿成了大事 一刀切现象越来越严重 制度设计的银使得许多过时的制度 仍然被保留并完善 基层工作已经被技术牢笼中 基层变成了填表员 失去了主动性 基层治理已经变成了唯利是图 所有工作都围绕着项目转 基层已经被精准治理的毒害 一切工作都要求精准 导致工作量大 效果不佳 基层也成了群众的保姆 政府包办代替 群众不再自己处理问题 对于这些现象 我觉得我们需要反思 基层工作应该是为了服务群众 解决问题的 而不是为了繁文入节 应付上级 我们应该给基层更多的自主权 让他们有更多的空间去创新 解决问题 同时 我们也需要减少一刀切现象 制定更合理 更灵活的政策 技术应该是为基层服务的工具 而不是束缚他们的枷锁 政府应该更加信任和支持基层干部 给予他们更大的决策权和发展空间 最后 我想听听观众朋友们的想法 你们对于中国基层 已经无法干正式的现象 有什么样的看法 你们认为 应该如何解决这个问题 欢迎大家参与讨论并提问 谢谢大家 收看六度世界 这是一个由科学家 经济学家 媒体人 工程技术人员 合作建立的新型媒体 网友与六度AI参与 合作完成各种内容 这些内容 不能作为任何决策或法律的意见 这是一个新型的试验性媒体方式 我们希望得到大家的支持 修正错误 网友可以参与讨论 也可以向万能的六博士提出 你能想出的任何问题 六度世界网址是 六度World 请介绍给你的亲朋好友